摩洛哥出局是一种非常好养的菊科植物 当他的花开拜以后我们怎么来进行修剪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这里是一盆摩洛哥出局这个是非洲之眼 现在你看他的花苞都已经开拜了 如果你想留种的话你又可以 保存他的花苞 让他的种子成熟然后收种子如果你不想让他接收种子想多看花 那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他这个花剑给他剪掉就可以了那剪到什么位置呢剪到这里行不行这里 剪的太短了这个花剑留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修剪的时候要剪到他这个有叶片的位置 有叶片就是一个芽点 这样才能很好的促使他下面的芽点长成新的枝条 才能形成新的花苞 摩洛哥出局他的自我分支能力是非常好的 除了开拜的话我们要剪掉以外像有的 如果你种的是小苗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打顶他就可以长成很多的分支 当然了你打顶的话他会长得更好 分支会长得更快 你在修剪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把下面这些 干枯的发黄的 枝条和叶片都给他修剪一下处理一下 剪完以后大家不要认为 就完事了一定要给他施一点肥 可以使用三元复合肥这样蛋铃甲 都含有 可以满足他的生长需求 他的新芽会形成的更快 新的枝条产生以后他的花苞就会接着形成了 摩洛哥出局如果你养的好的话 他可以持续开花一直开到接近冬天的时候 所以大家放心的去剪 然后直接配上去剪 继续开花苹 我试不上的 行吗 可以做一次